字幕 李宗盛 趕快點啦 火王 火王再拿一些過來 怎樣 一早就好來幹嘛 叫你來幫忙開箱啊 你看我們 我們 這邊已經被魔洞王佔領 我看 第一次我們可以用這個當背景你看 我坐在這邊 我在魔洞王前面開箱魔洞王給大家看 好不好 我們昨天已經出完 一百多套 現在還有兩百套要出 火王 你看超帥耶 又變臉耶 我是千挑萬選 什麼意思 我已經挑出這種最慘的喔 壓到耶 對 我真的都是挑這種壞掉的 小薑藥的 我也跟他講 你就拿盒損 不要再臭我了 我們都是拿這種 OK完整的寄給你們 運送的過程 我沒辦法保證 那當然他們把他壓壞了 你要怪蕭老師 好不好 拜託 大家有點良心 OK 那我們就 看蕭老師 回棚妹開箱吧 GO 當然我們要開始 你到底失事啊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明天 禮拜五要上片 所以我們要來做一個 那個 現實的一個 現實的遊戲 我這樣會不會激突啊 魔動王遊戲 還好啦 就一關 沒關係 那是一個人 我們六個小時內 六個小時 如果沒做完就被淘汰 我就在這個 YouTube圈被淘汰 這個就是 Modeloid的 勇者王 喔不是 欸 魔動王 那魔動王 可以說是我們 童年的回憶 分別是火王 風王還有水王 Modeloid的特色就是 他也是需要拼裝跟組裝 可是欸 我好像第一次做 Modeloid的模型喔 之前我們有組過嗎 好像沒有 所以完全對Modeloid的 這個產品的調性 還有他的那個 塑膠的這些品質 都還不確定 所以蠻擔心的 六小時 現在也沒計時喔 現在也沒計時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整體外包裝啊 他的這個側面還蠻有意思喔 他側面就是 你可以這樣收藏 有沒有 三隻 站著好好的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 橫的放 另外一邊是這種橫的放 就不同的味道 所以這個買回去家裡 就是要幹嘛 就是要讓你三機用的啦 就是你堆帶後面這樣 然後他們一開始 機體召喚出來 我覺得 在我以前小時候的印象 最吸引人就是他有 兩種模式 一出來其實是一個頭 它是合起來也是一個頭 然後他又可以解開一片機器人 哇 小時候不得了 我跟你講我小時候啊 我有一個印象就是 以前小時候我們有買 那種去甘媽店買那種砲殼有沒有 然後他附石膏粉 然後那個砲殼上面就是一個模具 就是這個火王的頭 然後直接倒那個石膏粉下去 那翻出來自己上色 沒玩過 我每次都講過 我每次都講過 這個只是一個砲殼 然後是魔動王的頭 所以我對魔動王的印象都大概在這裡 然後 因為他召喚的時候 就需要他的一些地形 比如說火王的話 他就需要那個 至少一個陸地的地面 然後水王就要有一個湖啊 或是水之類的 那瘋王呢 隨便天空 有天空就可以了 這個不是在學校桌子 阿英案都出來那個嗎 那是雷神王 你看嗎 我跟你講 鏡頭前面的你們 應該也是跟我搞的 亂七八糟模糊 沒有吧 好那再來我們就直接開箱 他的開法是這樣 裡面是一個這種 抽屜式的 塑膠框架 開始緊張囉 怎麼越來越多啊 一隻這麼多 哇超多耶 OK 我們把所有的零件 就展開了 看各位 整個桌面滿滿的 那很明顯可以看到 零件最多的就是火王 好不好 他零件配置比較豐富 那透明件的數量也比較多 有沒有 除了他原本該有的這種 魔法陣的那種底台 然後還有 胸口的這種透明件 他這把刀還多附了一個火焰特效件 OK 然後再來貼紙的部分 火王 還有一些需要做的補色貼紙 比如說這種 金屬藍啊 然後還有這種黑色的遮貼 然後每一隻 都有這種 金屬反光貼 他應該是要貼在 透明件下面 讓他有這種反光效果 好每款魔動王 他的大頭跟小頭 哎呦 他的眼睛分色 原廠都幫你做好了 所以 對於這種不會塗裝的玩家來說 應該是蠻簡單的 然後一樣都是有附一個魔法陣 然後水王也一樣有附一個魔法陣 然後在這個水王的這個 藍白相間的這種分色 也特別的把他分色做好了 好基本上看起來應該蠻簡單的 還是我每一次開局的時候 你要講簡單 啊不然我要講 喔不要不要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 計時六小 六小 啊不然你手機拿著計時吧 六小子計時 可以嗎 來 開始 START 哎呦 快點 浪費了三秒鐘 我光找框架都 完蛋了完蛋了 怎麼會 我記得我今天 跟你講的時候 不是說六小時啊 請說六小時 我哪有說六小時 我是跟你說 一隻六小時 你跟我說三隻六小時 你看這個塑膠成型 在這個邊緣這邊還是有些射出的瑕疵 有那種顆粒的感覺 不知道是模具的問題還是 這個塑膠的反應 有沒有 因為起泡 他這裡其實都做好分色了 就是他裡面的零件 比如說他這個水滴有沒有 沒有 看你做不然做好分色 所以其實如果 要塗裝的玩家 只要稍微擴口 去把它分件 就還蠻方便的 啊我今天是素組玩家 所以我直接這個要組上去 穩穩的 有沒有 我們時間剩下 三小半 所以我現在還不到一半時間 已經做完兩隻了 對不對 這對我來說 小差一點 小差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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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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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 好 8 later 然后 诶 書 還可以讓你做變形 整體的密合度還OK啦 那當然使用的材料我覺得 跟萬代的這種基本的一般的鋼彈模型比起來 還是有點落差 可是整個組裝的過程 是比以前組過的那種Mini Plus 就是這種盒玩系列的啦 組起來的手感還要好很多 就是手罩不會那麼痛 然後壓起來的密合度也是還OK 好 其中它的腳掌設定 腳底板這邊稍微的虛 不知道是原始設定就這樣 還是因為為了讓它更簡化 就很保留那種80X的風格 嘖 不愧是設定是大學班老師設定的 就是有它的味道 然後特別在火王的部分啊 有特效件的刀 然後還有多一個這個 火王之火球 這個不錯 可是喔對 這一次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很多地方都開在那種曲面上面 你看連這顆火球也開在曲面上面這個湯口 很難修 可能要用戳刀去磨 然後才要再拋光才會漂亮 然後還有附很多不同的手型啊 比如說開掌啦 或者是它有一個最特別的手型 就是這個 似曾相似的手型 沒錯喔 就是它們魔法陣的手型 其實基本上除了這個腰部 沒有辦法去做太大的伸展以外 基本上它其它的關節啊 比如說好像手背這邊是使用球關 所以活動度蠻高的 可是就是因為它這兩個零件 都是用硬的零件去做接觸 沒有用那種軟腳件 所以 久了它魔法可能也會影響到後面的這種阻尼感 腿部 它其實可以往前 然後也是可以 向後貼合 膝蓋的零件 然後腳掌 它是有多做前腳尖是 一個可以分離 往後分離的零件 就這樣 所以它又增加一些可動度 然後腳掌 的這個腳踝關節 可以做水平調整 貼平地面 唉唷 馬上被蜂王圈粉了 蜂王太帥了 馬上不愛火王 我覺得蜂王整個這個裝甲感 加上它拿這個 非常好非常好 我覺得這一套 非常滿意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買來 玩玩看 那還想看喬斯開張什麼 有趣的模型幻想電容 我會知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點擊定讚 那我們下次見囉 Bye 我跟你講這個時間給我 這樣 你覺得 太愛 我可以做兩套 就是還有一個 那個胸向型的 我可以把它做完 你看 欸 剛好 現在做完剩一半的時間 對不對 一次做兩個嗎 沒有沒有沒有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 進入塗裝的環節 嘿嘿嘿 還有三小時 總之 這一次 我命算是活下來 好不好 下一次 看還有什麼 什麼遊戲 魔動王的噴漆遊戲 是嗎 噴漆遊戲 不要喔 不要亂這樣 如果想看的話 在下方 好不好 留言一下 我們就來號召一下 三個人 三位英雄好漢 來把這個 三件作品 塗裝完成 這個塗裝真的是 非常 非常 好心力喔